這個就是防...這個LP防他衝過來 防他...防他戰車 有沒有! 防他戰車 OK 我大概打過這一場 我其實已經知道這個馬來西亞觀眾的缺點了 他的缺點就是 讓我來下載看看就知道了 馬來西亞的觀眾 有一點點累個 不過還行 還能打 OK 解摔 沒有沒解 OK OK 不敢動 延遲一下 再延遲一下 漂亮 第二時間逼閃 回溯你媽的 哇操 好吧 可能還是有點LAG 收回前沿 只有本來想要假跳的 OK 可能有點LAG 喔 給你爆 這延遲剛不錯 這應該死了 我其實是要打背的 他把我那個吃掉了 哎呦我是要頂走打背的啊 哎呦喂啊 可能有點LAG 但是還行 再試一下 馬來西亞連這邊這麼卡 OK OK 要跳了吧 喔 不跳 要跳了吧 對不對 哎呀 早就算你們要跳啦 第六神速點蠻多的喔 第六神速點蠻多的喔 OK 來啦 啊 一個回溯耶 我看到是擋住 然後後面又被打到了 哎呀 會回溯 哎呀 這個直接帶了吧 直接帶了吧 哎呀 五代的網路確實有在加強 那你這樣還沒死 你媽的 完蛋啦 這個就是防 這個LP防他衝過來 防他 防他戰車 有沒有 防他戰車 這個對策我是從那個誰身上看到的 阿基拉還是誰 我記得一個千咪 應該是阿基拉 他一直在那邊 L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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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那個戰車衝不過來了 我的沒試過 試了一下發現卡林也可以 五代網路不會再加強了啦 六代網路就很好了 就只能等六代 所以打Cody有的時候你們可以用這種東西 就是LP去放他戰車衝過來 感覺可以試試啦 我不知道其他角色行不行 我也不知道成功率高不高 但我剛試了一下成功 你們可以試試看 感覺如果你這樣用的話 Cody 確實 戰車被打掉的機率應該很高 哇 又回溯 不敢動 我知道不敢動 我差不多已經download完了 不敢動 確實是沒動 你還敢解摔 早就知道你要解摔啦 應該是空空對策 只是看那個琳達取消的多不多 哈 沒問題啦 爛到流湯 五代的網路 你們要是有玩過前期五代 其實他網路真的很好 那時候大隊五代網路是戰不絕口的 前期的時候 但是後面就不太行 後面就不太行 OK 我大概打過這一場 我其實已經知道這個馬來西亞觀眾的缺點了 他的缺點就是 等一下再講 他的進攻沒有壓制力啊 這是其中一點 然後 防守的選擇太單調了 這也是其中一點 主要我覺得進攻沒有壓制力 是比較致命的 這是你的進攻 應該要給對手壓力 你的摔啊 打康啊 什麼的 應該要給對手壓力 而不是 進去之後 一下下就沒了 打我的一個 我就逼凡 有沒有 進攻給你壓力 不敢動 嗯?! 第2階迷神 來了 欸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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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欸 哎唷!! 等一下中距離用這個對測是不是好像還可以啊 會卡會卡,但是沒關係可以打完 他會回溯 但是沒事 回滾的AI沒寫好 有可能 這可能那時候回滾技術不成熟吧 齁齁 不解 OK 不解 不敢動 要不然就第二時間動 打一個暈 OK 這邊花一顆氣生死者的話 後摔剛好暈 暈娜剛好沒暈 好 這個時候就是我們的 犧牲前跳的時間 犧牲前跳 你他媽 我一定要犧牲前跳的 打積極的對手很難贏 對啊進攻有壓制力比較重要 就是多摔嘛 我覺得多摔是比較簡單明瞭的方式 因為快打的摔很強 所以多摔一次比較容易 那我的摔勒 被網路卡了 插盒 看你倆把他插盒 第二時間喔 那你愛運氣不錯 摔啊 不敢動 延遲一下動 延遲一下動 幹你倆太延遲了 第二時間 犧牲前跳不錯 正的 我感覺這個應該要暴逼 插盒 插盒慢了 五代回滾是找韓國公司寫的 他媽的 韓國公司讓人怒 差不多download完了 有一點lag的話就會比較有一點不確定因素 其實不管任何格鬥遊戲都是這個樣子 就是你要 如果要搶的話就是你進攻首先要給壓力 然後人家覺得說我進攻 我感覺做什麼都有可能會錯 你懂我意思嗎? 麗葵那些是另當別論啦 我又回錯 還好我沒確認 你麗葵牆跟那個牆是兩回事 麗葵牆跟進攻防守牆是兩回事 欸?欸? 又是第二神速點 像這種 像這種東西都是 怎麼講 用的太多太明顯 就會被人家破解 所以你的東西都不能這麼的 都不能這麼的明顯 不能用這麼多次 B閃 要不要爆B了嗎? B閃 現在是觀眾場嗎? 欸 先不要啊 我的素材沒打完 素材沒打完 因為他是馬來西亞的觀眾 想說可能比較少打到 跟他打一下 而且我要復健一下 我太久沒玩了 其實我現在有點單 我要去Rank復健一下 順便打打素材 解個摔 哇 沒有有點暈直 欸? 啊 這個就 這個就必定要留暈直了 懂嗎? 剛剛這個情況下 你只要是個高手 你就必定會留暈直 因為你剛剛的情況下 打暈的話 呃 你再花兩顆氣 他都不會生死者 然後他的壓力就會少 少兩波 對 他壓力就會變兩波 啊如果你現在 有留暈直的話 你那壓力就一波 懂嗎? 只要這個時候不留暈直的 就一定不是高手 你們要記住這一句話 剛剛那個情況下 不留暈直的 就一定不是高手 高手是一定留暈直 哦 漂亮可惜 他沒有派生出來 差不多要跳了吧 我留個位子給他跳 差不多要跳了 又是一個超級回溯 這個受不了先反了 不然加太多了 欸? 他有亮個燈喔 靠北那我認真打 欸我以為他沒亮燈啊 可惡 我想說這個燈還可以放過 不解摔 嘿 不解摔 不解摔 打不到 嗯 嗯 好了 差不多認真了 Cody火力是目前最高的角色 目前最高的角色 像卡琳這種角色 他很吃確認的 就網路就很爛 網路那麼爛嗎 很吃確認的就很爛 好啦 最後認真了 讓你們看看什麼叫完全download 嗯 鐵摔 厚厚 有沒有 你們知道 像你們知道為什麼他後面解摔會變那麼多嗎 因為我前面摔很多 你懂我意思嗎 類似這種東西 你們要去給人家施加壓力 那你的壓力來源是什麼呢 你的壓力來自於你的摔 因為摔是只能躲的 他不像什麼 其他的延遲康樹康是你可以用 其他 嗯又回說 你可以用其他的方式 比如說延遲解摔 或者不動去躲的 你懂我意思嗎 這個慢了 有點lag 還有V版慢 正上凹一下 閃一下 這樣點一點點讓人家不敢動 好 點讓人家不敢動 我們再過去 嘿 解個摔 不敢解了 還要恢復成不敢解了 顏值一下動 不敢解 還要點 剛剛應該要按LP了 第20MP閃 這時候 差不多 差不多可能會開始了 我們稍微按個兩下 他可能不太敢動 嘿 好解摔 必定解摔 看到沒 這就是壓力 為什麼 因為你剛摔了很多 類似這種概念 看對手的程度去決定 你換的時機點 對手如果強的話 可能換的會比較快 就是可能被你打一次摔之後 後面就繼續不解了 之類的 完全當肉被吃的意思嗎 那肯定是啦 嗯 Cody的火車打到一個400傷害吧 好像我記得 集滿的火車的話 這角色就有點 嗯 我確認了 這角色 零缺點啦 目前 他缺點就是沒有一個無敵技吧 硬要想的話 嗯 我怎麼會是用空對空咧 我在玩什麼 第二神速點 沒有 欸 欸 退個康 欸 你看 這個像這個就可以直接打暈了 然後像這個時候 他最後應該不會解摔 你們信不信 他最後應該不會解摔了 被摔 有沒有 為什麼我會知道呢 因為 他剛剛又被我打解摔死了很多次 他這個生死直接不血摔 這個就是一個欠擊的概念 差不多要戰車衝過來了 稍微弄一下 OKOKOK 這樣他就不敢動了 再摔他 差不多要戰車衝過來了 弄一下 OK不敢動了 然後再過去 差不多要戰車衝過來了 再按一下再按一下 我按了 再弄一下 OK 好 再弄一下再弄一下 好 這邊直接爆B給他機會 點我啊 好 這邊戰車一下 來來來來 點一下點一下 不敢動 不敢動 我又第二神速點 不敢動 一個延遲一下 中 好 好戰車 哦 哦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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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摩拉塔 好這地方感覺 用B版比較好一點 用B版吧 欸 運氣不錯 好這地方 抓 電話拳 啊 來了 早就這樣你要動啦 這就是下載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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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啦打得不錯 打得不錯了 就是大概就是被下載的地方要注意一點 但是被下載的這個就是很基本的 我其實沒有特地下載的比較快 我剛剛是用慢慢下載的 剛剛是用慢慢下載的 剛剛是用慢慢下載的 打得不錯繼續加油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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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